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来开箱 开的是什么呢? 我应该七月底吧 我不是有买那个 三冬大白菜 回来要做酸白菜 也经过了 像几月九月初 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那我想说把它打开看看 有没有坏掉 除了中间过程中 有一次有跟它打开 因为水太多 有跟它稍微把盖子稍微 松开一点而已 之后都没有动 那我们就来看吧 当初应该怕水流出来 我还用一个脸盆把它 放一个脸盆在底下 那我来看一下 不晓得有没有坏掉 应该不会有气吧 因为那时候有松 我真的不晓得有没有坏掉 我真的不晓得有没有坏掉 还有一个盖子 乖乖 什么味道 我感觉有怪味道 虎臭的味道 我把它夹出来看一下 反正不管夹 这是不是酸味 是一种臭味 不是像那个腌酸豆角 那种很天然的 酸味刺鼻 很天然的那种味道 是一个有点虎臭的味道 这不行 虎臭 没问题还是要给大家看啊 对给大家看一下 好怪味道 给各位看当初好像 弄成四等份 你看我观察一下 你看它这颜色 好怪喔 红红的 有点偏红色系 粉红色 那 清一下 这个好好看 对 对 我这怀疑应该是 你怀疑没有 好看 可能不能泡太久 这个我 泡至少 40天 如果照这样推的话 40天以上 嗯 就没有那种天然发酵那种香味 没有 嗯 很怪味道 无法形容 各位看 没有那种 有很想吃的食欲 就对 对 我本来准备了一些肉片说 要炒这个 要炒 我看这样应该怎么行 对 那 你看这个汁 是没有那个白白的 白莓 没有白莓 可是就是这样子 味道不清香 嗯 因为你说腌的东西 有一种酸 酸香味 你看 这是有点 怪怪的 嗯 腐败味 也不能说腐败味 就是 味道很怪 嗯 这全部就拿出来了 嗯 对 全部给各位一次看个宫 对 大家一次看个宫 哦 你看 好像一般酸白莎也是有点白白的感觉 对 不是这种 嗯 烂红烂红的感觉 对 它也没有烂开 拔不起来 对啊 它就是应该是没有 软烂的感觉 软烂没有那种发酵很顺利 你看 嗯 它这个叶子各位看 再看明显 有点白 白白的 应该就 就是没有吃进去 你看 嗯 嗯 好好看 嗯 不清香 一点都不清香 你看这个还 还还还这样 嗯 40天了还这样 对 里面还硬硬的 欸各位看这里面白的耶 对啊 可是 好啦 结论是 应该是 没弄好了吧 嗯 因为这个当初我是用那个 酸豆 水吗 那是新做的吧 嗯 嗯 嗯 我不曉得 忘记我这是 因为太多天了 我已经忘记了 欸这是 新做的 你认为是用酸豆水是吧 我记得 要看以前的影片就知道了 对 看以前影片就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味道 无法形容怪怪的 对 跟我们做酸豆不一样 我们做酸豆没有闻过这种味道 对 对 那我要去查一下资料 我这个当初这个 这个卤汁是原来的 还是 有重新配过 我觉得可能是原来的 有可能 觉得 觉得配起来那个味道 怪怪的 嗯 好啦 那反正开箱就是 这个酸白菜没有预期的 好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怪味道 我想说应该是没有做成功 那 我决定就不吃了 哈哈 自己就把它 整理起来丢垃圾桶了 对 那 没有做得很好 下次有机会再继续努力吧 好可惜喔 好 那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回见 哇 吊完地 水到 吊完地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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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